重磅消息,梦幻西游全新资料片即将上线,而且还有新的道具,这不就在刚刚梦幻西游电脑版账号发布了一条这样的消息,说是2023年不再推出任何新资料片,确实不会推出了,因为全新资料片将会在2024年1月推出,而且自称是有史以来内容最丰富,玩法最全面,趣味度最高的一部资料片。 资料片将在12月25日,12月29日,1月1日,三个时间点曝光,也就是今天是曝光的一个时间点,那么有哪些曝光呢? 首先爆料内容说了,会有全新的地图放出,可以确定的是没有新等级的放出,各位怕开放新等级的,可以把新放肚子里了,会有新的NPC放出,然后其他的新副本,新剧情,新召唤兽或新的道具等等,都是等待揭晓的状态。 接下来就是今天的萌料了,可以确定的是会上线新的坐骑技能,目前曝光的第一个是8级破军,战斗中召唤召唤兽或者孩子时,有100%几率提升自己1%的伤害,持续到战斗结束。 另一个是8级回春,战斗中召唤召唤兽或者孩子时,恢复自身1400点气血和8点愤怒,官方说的是一个新的道具,名字叫玄灵珠,而且和宝石一样是有合成等级。 而且他还说了只曝光了两个技能,一个属于攻击一个恢复,肯定会有其他的技能。 本次爆料到这里就结束了,而且这仅仅是资料片中的一小块,看来还会有更多的玩法要上线。 各位钱包准备好了吗?是时候打开了。